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中共的二十阶三中全会,7月15日至7月18日已经召开完毕 到上传这一则视频的北京时间8月5日,那就接近三周了 现在有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强化 这与之前一些乐观声音,认为中国会进一步的加强改革扩大开放 预期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先来看看中共中央这个层面 攀岳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引来了极大的晋升效应 攀岳何许人也,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这一位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他最近的一篇讲话形成的文字稿刚刚刊发出来 标题是多元议题与民族文学 这是他参加第13届中国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讲话的内容 他就特别呼吁或者说特别要求评审 要把握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和中华民族整体叙事逻辑 认真评选出那些既反映民族特色传统 更突出各民族文化共性和中华民族共同形象符号的好作品 其实这个话呢把它履直了 简单的说就是要突出共性 而要把所谓的个性往后摆 什么共性呢?是普世价值吗? 是人性吗?是爱吗?那当然不是 根据攀岳的这篇讲话 落点还是中共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这里就快速的分享攀岳的几句原文 他说我们的民族文学创作是应该讲清楚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 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是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关于习近平攀岳的说法 这一次的巨马奖的评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 也就是去年六月份这个思想被抛出来之后的第一次 也是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时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主线后的第一次示范引领意义重大 关于这篇文字 香港媒体的解读认为潘岳他着重还批评了一部电影叫做《刚人波奇》 在2017年与中国大陆公映是由张扬做编剧和指导的 香港媒体认为潘岳是不点名批评了这部电影 比如他说这部电影说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塑造了藏民的物质精神世界 殊不知修好朝拜路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修好布达拉宫与上千座寺庙的以及修编好大藏经的也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潘岳就质疑了为什么只盯住某一个切片呢 除了这个个案香港媒体特别关注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潘岳所提到的恐怕会让很多艺术创作的人士感到心寒 是哪一句呢 潘岳特别提到 近几十年来受西方民族理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影响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文学界出现了一个怪象 作家们都从总体性时代性中退却 更加关注差异性特殊性 潘岳进而强调文运同国运相迁 文运同国运相连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用心用情用功书写伟大时代 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民族文学作品的第一评判标准 就看是否有利于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话讲到这里就已经是很清楚了 因为要跟您说 艺术创作其实如何处理个性和共性 一直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包括媒体的深度报道 它也存在着个性和共性的处理的问题 所以这个归根结底要交给创作家 交给艺术家们自己去处理 但是潘岳在这里是乐族带袍了 而且潘岳还是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 过去几十年来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说者自然有益听者也是有心的 尤其是中国本来人口基础大 所以它对应的艺术创作的人群也是非常庞大的 潘岳几十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这些人听到了是做何感想了 是要求和算账吗 还是说既往不就 但是从今以后如果说在个性和共性的处理上有偏差 那就对不起了 所以这个噤声效应是非常强烈的 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 骏马奖评委会的所谓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时间是在7月20日 也就是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7月18日闭幕之后的第二天 潘岳就马不停蹄做了这一番讲话 讲话的文字稿是在8月初刚刚公布出来 评格奖您看看也要统一思想 不只是说评委要统一思想 中国的创作者也要统一思想 这个就是中国眼下文艺创作的一个现状了 潘岳那绝不是个人拍脑袋 因为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有两处是提到了意识形态 第一句就是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另外一条就是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关于中共官方 他是突然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 收紧意识形态的管控 每个人当然有自己的判断的标准 我就注意到8月5日 在中国大陆一些律师群组 媒体人的群组里 再转发一则帖子 也是8月初昆明市西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就要求抖音上的一个账号 做出改正 改正什么呢 因为这个抖音平台的账号 在短视频上传的作品之中 是大量唱诵基督教的赞美识 怎么样改正呢 西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要求这个账号 它背后的主人 在8月5日中午之前 要完成删除所有网络媒体 唱诵基督教赞美识的视频 给出的依据或者说法理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中国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其中就有一条特别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 不得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直播或者录播 拜佛烧香 受戒 诵经 礼拜 弥撒 受洗等宗教仪式 昆明市西山区 相关官方部门的做法 现在被认为是闹剧 因为首先 他们所援引的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是层级比较低的部门的规章制度 而且它是明显抵触到了中国宪法的规定 虽然很多人也不相信中国的宪法有这样的那样的效率 但是宪法中白纸黑字确实是提到 中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只要你不是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 损害公民身体健康 妨碍中国的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那都是可以的 另外一点就是目前中国不少的地方上 在中国三中全会 因为现在中国国内还处在暑假的阶段 不少地方上的教育管理部门 又是下发紧急的通知 又是透过短信 可以说是人盯人交代到位 就是说呢 如果有学生 有学校 有相关的机构组织 为留学游学去到西方的国家 一定要第一时间汇报汇总 为什么呢 因为担心这个成为海外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去美化西方等等 地方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做法 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有了 那么在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 目前看上去 我们只能说看上去 因为也没有大数据的统计 那各地的信息显示 越来越多的教育部门 再发这样的通知 再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透过中国官方 不管是中共中央这个层面 还是地方政府的层面 你很难说 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 让人们能够感受到 中国的官员正在进一步的解放思想 可能恰恰相反 他们在收紧意识形态 接着我们来看看民间 现在在中国民间 意识形态 这根弦紧绷到怎么样的程度 最新的最近的一个例子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它就是围绕着袁浩然 所引发的风波 袁浩然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目前担任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 是一位副厅局级的官员 稍早前 袁浩然是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担任游泳部的部长 并作为单向协会的代表 是加入到了中国反兴奋纪的中心 袁浩然其实一直也是以网名 在社交平台上发帖 他之所以被人肉出来 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主要的就是关于兴奋纪的一则帖子 他自己写到的就是 有同事就商量啊 就是在问 为什么说西方游泳运动员 游完泳之后啊 脸上看上去就显得有一些粉色 有一些粉红 袁浩然还专门做了一个解释 他说粉色是巴黎奥运会主景观的颜色 游泳馆的很多氛围灯也是粉的 所以可能正好在终点 这些西方运动员 他的脸上就被照射 就形成了一种反光出现的粉色的效果 另外他从健康学的角度 比赛中运动员高强度运动心率会超过180次每分钟 体温达到接近40度 所以到达终点后皮肤冲血 脸红也是正常的 第三点 那他就回应 为什么大家说只有西方运动员脸是红的 而中国运动员没有呢 袁浩然在自己的帖子中就特别强调 天朝这是他的原文啊 天朝运动员不红 我看不到直播也不好解释 是不是因为他们皮白 如果以上解释都不对的话 那可能只有是某姑 他指的是咪姑了 转播奥运会的平台 他就认为是某姑偏色了 因为袁浩然是在场馆里面现场看 所以他觉得没有这样的粉色 袁浩然这个帖子一出来 那在互联网上掀起的风浪 可是了不得 有一些人就质疑 为什么你称中国不好好说话 要称为天朝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讽刺的意思 但更多的批评还是指向 袁浩然为西方运动员 可能是服用了兴奋剂 在做辩解 在做开脱 所以这个可是了不得了 袁浩然此前用网名发帖 然后他真实的身份 就被鱼肉出来 再接下去 他过往的一些帖子 也被挖出来 一一曝光 认为袁浩然是政治忠诚 出了问题 是两面人 是内鬼 是西方的所谓特务的说法 是一浪 高过一浪 现在中国不少网友 义愤填膺 概括出来的袁浩然的 所谓罪名是很多 快速的列举一下 比如说 他就感慨 做老大的也挺不容易的 死了还得被展览 似乎是在 暗示 在影射毛泽东 又说 真不知内祸是左撇子 那么他所援引的一张图片 显示的是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文家宝 在打台球 还有人 根据袁浩然的帖子 说他要解散国务院 那是对中国的体制 在表达不满 也有帖子就显示 袁浩然对中国的股市 是表示一百年了 大不了重来一次 这是袁浩然在社交平台上 转帖时的评论 原帖子之中 有一张图片 显示的是 中国的泡泡 泡沫正在被越吹越大 所以现在有些人认为 袁浩然又是在批评 中国的经济制度 用一个相对时髦的话来说 中国官方是要求畅想 经济光明论 他是反其道而行之 这个帽子可是足够大 其实袁浩然的这则帖子 都是十余年前的了 绝大多数这些帖子 也都是六七年 甚至是十余年前的老帖子了 这还没完 很多网友就指 袁浩然是侮辱 中国人民解放军 牺牲了一些军人 嘲笑中国解放军 军机这个制作的工艺 是比较的差 比如说铁皮都敲不平 做工也太差吧 同时袁浩然也有一些帖子 是嘲笑中国的宇航员 用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词语 作为中共体制内的一名中层的官员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网络上的言论呢 很多网友是进一步的打破砂锅 问到底 他们认为是找到了答案 原来 袁浩然是惊人分子 比如在2016年 他就感慨普通日本人脸上的平静和自信 与当前天朝人们普遍的躁动和不安 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也有人网友就是说 那他还是精美分子呢 为什么 同样也是在2016年 当时不少中国的官方媒体 包括央媒都报道了一则消息 指俄罗斯的黑客 是入侵了世界反兴奋剂的机构 曝光多名美国运动员 是使用了禁药 袁浩然当时在帖子中就特别提起 不做好的调查研究 不实地采访 仅靠翻译外媒碎片化的断章取义的报道 就妄加转载或者评论 是自媒体一大乱象 他表示 没想到官媒也是如此 他说 这个暴露了当前宣传战线所存在的问题 他说 请先学习用药豁免的相关文件 再发布相关报道 透过这一条条一桩桩 袁浩然隔着屏幕 给人的整体的形象印象应该是比较清楚 大大烈烈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对中共体制内的一些情况 非常的了解 也是不满意 当然他是不是如一些网友所说的 违反了中共的党纪党规 目前来看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不难理解 袁浩然是把他的过往的微博 连续十几年的删得干干净净 然后自己是做了一个 不知道是消耗还是关闭公开对外的功能了 所以他内心肯定是很惶恐的 意识到是出了大事情 当然现在有些传闻说 他在法国巴黎就地申请政治避难 这个可能还是以讹传讹的成分会多一点 那么从中国民间的反应来看 现在很多评论也是提到了一点 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教育教化 中共这么多年来自自以为之 眼见着成果已经是出来了 袁浩然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 原起是他对兴奋剂的事情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其实根据前面提到的他的工作的履历 他对兴奋剂这一方面的业务是毫无疑问 非常了解的 对于中国一些体育运动队内部 到底有没有用兴奋剂 用兴奋剂用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想必他也是知根知底的 但是他不认为 透过他的帖子 这个意思应该是明确的 他不认为西方运动员是使用了兴奋剂 所以是脸色发红 却给他可以说是招来了大麻烦 这个兴奋剂 拨动了不少中国人爱国主义 所谓爱国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的情节 事实上把体育和政治和意识形态做连接 透过体育金牌的这个成绩 来凸显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 凸显中国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也是中共这么多年以来 惯常的一个操作 其实也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以围绕着兴奋剂这个事情 很多人听不进任何专业的意见了 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媒体 不少网友在关于袁浩然的文章下面留言 就是说呢 袁浩然不是讨论兴奋剂 而被中国网友盯上了 而是因为他过去很多的言论 是在侮辱中国 诋毁中国的英雄和英烈 网友的这个说法呢 他的背景就是在中国侮辱诽谤英烈 是已经进入到了刑法的修正案 但是关于英言治罪 一直在学术界 其实包括中国大陆的学术界 是有争议的 这一点普通的网友 不应该忘记 另外一点 用西方一些评论 那当然更尖锐了 认为侮辱诽谤英烈 是进入了刑法 显然是中国神圣化 中共版本的历史 所以说中共怎么说 普通人是不能够智慧 不能够质疑不能够去诋毁的 否则你要去吃牢饭 举一个例子 在朝鲜战争之中 那些被冻成冰雕的中国军人 是真的还是假的 规模又有多大呢 如果说是真的 那这是不是指挥出了重大的事故 普通人的子弟兵 最后呢 纯粹成为了牺牲品呢 这个连一般的讨论 在中国大陆 都是不被允许的 至于所谓的今日精美 那更是无稽之谈 显然是中共意识形态 长期教育 长期灌输之下 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在中国二十级三中全会之前 其实呢不少人 我在前面也提到了 对于他呈现出来的结果 往乐观的方向去走 往中国更加改革 更加开放的这个路径去走 不少人是有这样那样的期待 但是你透过中国民间 这一次围绕着巴黎奥运会 围绕着袁浩然的一些例子 能够看到 实际的情况应该未必是如此 特别是很多网友啊 也粘贴出来了 他们向中纪委国家监委 去举报袁浩然 作为副厅级的官员的一些帖子 某种程度上 也是能够让普通的旁观者 感受到这一场指控 袁浩然的民间运动 声势是怎样的浩大 当然这样的一种态势 他未必是说 中国共产党就愿意看到的 因为一方面 很多网友在质疑 袁浩然发帖子 发这种冷嘲热讽 诋毁中共的帖子 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了 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他被举报过呢 而且他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 所做的位置职务还在望上走 所以不少的网友啊 对于中共是大有不满意的 尽管他们也去举报 袁浩然 你搞意识形态那一套 那么不少普通人啊 洗脑之后 他就拿意识形态的每一条 来和你做法 做比照 这个就让中共是比较的被动了 另外一点 大规模的群众的运动的举报 不是中共喜闻乐见的方式 因为这个在历史上有教训 在纪律的监管这一块 中共的机制主要是 纪委监委的常态化的督察 再加上巡视组 那么中共要党管一切 所以人民呢 得往边上来站一站 现在透过袁浩然事件 当然也透过此前前面提到的 官方的一些做法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 它呈现出来的整体的氛围啊 是越来越压抑 是越来越禁锢 完全不能够和 十一届三中全会 相比 哪怕是和习近平执政之后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不少人觉得 至少说就目前的态势来看 两场大会之后的氛围啊 这一次也没办法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宝贵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是说打赏我本人 还是打赏频道 都是由衷的感谢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